主席,各位同仁,各位官員,各位媒體女士先生,大家早安 主席,我想請李局長 蔡委員你好 你好,局長辛苦了 請問你 我們目前民航集,民航運輸量的情形,可以概列告訴我嗎 有關各個機場營運量 整體 整體而言的話 今年一直到九月份為止的話,量是比去年還複成長 我跟你講齁,我們一到八月份的營運情況齁 飛機起降架次,客運量跟貨運量,全部是衰退的 分別較上期,減少百分之十四,七點零一幾百分之二十四點一九 過境的人數也減少百分之十六點六,這個數字對嗎 沒錯 你覺得現在這個情況齁,會不會特別嚴重 因為從亞太地區一百三十六個主要的國際機場 客運量來觀察,我們的排名是第十八 也就是說照兩千零七年還衰退市民 這個是非常大的警訊 每一個人都碰到金融風暴 每一個國家都面臨了經濟衰退 這個客運各量貨量減少的問題 為什麼台灣衰退的特別嚴重 我們一直強調,我們比別人多好 我們經濟成長比別人快 我們的復甦比別人早 但是為什麼我們的數字這麼差 跟委員報告,那麼旅客的部分 當然受那個經濟景氣低迷的影響 那麼另外,旅客也受到其他 就是說可以支用的運輸方面的這種費用減少 所以減少出國啦 那麼另外,有關H1N1等等這些 這個局長,我今天講的 剛剛已經把這些因素都給排擠了 因為這些全世界都面臨相同的 但是我們衰退比別人更嚴重 而且我們的國際機場 事實上現在是以桃園國際機場為主 對不對 我看到泰國 亞洲最繁忙的機場 它跟我們的經濟是無法相比你的 但是這個泰國 為什麼感覺就欣欣向榮 我從泰國回到台灣一比較 我覺得我們的服務是很好 但是我覺得我們的空蕩蕩 冷冷清清的機場 讓我嚇了一跳 怎麼台灣這麼嚴重的衰退 我們沒有任何的辦法嗎 那麼我們這樣子 那麼有關 全世界哪一個國家沒有H1N1的 哪一個沒有金融海嘯的 對不對 哪一個沒有經濟問題的 都有啊 客運量跟貨運量都有減少 那麼貨運量的減少 那麼尤其是受到經濟那個 因素的影響最大 那我們這些航空貨運的這些廠商 有外移的這種現象 外移的現象 產業外移 是產業外移 但是人不會減少這麼厲害啊 那麼另外一個 那麼跟委員報告 過去要到大陸的話是經過香港 然後才到大陸 這些我們算是國際線 但是呢 那麼目前開放小山蔥之後 它是走台灣到金門 然後再走小山蔥過去 那些就 從國際的客運量裡面 就減下來了 是 金門是成長了 是 這個我們承認 是 但是 總的加起來還減少太多 是還是有減少 另外 我還沒跟你算 7月4號我們開放 兩岸包機以來 我們本來一股要增加更多啊 這個還沒算進去咧 如果摳掉 7月4號兩岸包機 再摳掉以後 那不更慘 不只沒有增加 而且兩岸的量 都沒有達到六成 不是只有台中沒有六成 兩岸的量都沒有達到六成 很多的 班機都因此要撤銷 廈門航空還撤銷到台中的這個班機 就從 承載力 載客力來講的話 那我確實是沒有到六成 但是就從 旅客的量來講 旅客的人數來講 比平日包機的量 增加 如果每一個禮拜 起碼增加大概兩萬以上的這種 這種量 那我 因為班次增加了 我們又派了又是大飛機 所以這個 再顆粒會 會往下降 我剛剛已經跟你提到這些因素都排除了 是 我們摔退的比別人還嚴重 是 從7月4號 我們還增加大陸的觀光客 增加了包機來 是 原本應該 不會 應該要增加才對 結果還掉得那麼嚴重 你不覺得 這個 這個 兩項加減以後 我們的 這個摔退的幅度 是別人的 的redouble 那不 這樣子 那不 我們再摔退 其他國家的機場 那不 也不見得比我們好到哪邊去 但是 我 我了解 這 那不 這個量的減少部分 那不 一百三十六個個機場 我們再摔退 我們再降四名 不但降四名而已 那是還包括我 整個大陸 觀光民宿來台灣 這又減四名 那不再什麼 那你都沒算在這裡 只說別人都很好 那別人都在降 我們都在降 我們都比較好 我們增加了兩岸的量 但是我們減少了香港的量 所以一生一整之間 我們增加了量 那不是 是有限 你整體總的講 你就是衰退很多 是 沒錯 加上本來觀光的應該 疫情那麼多 你還更多 對不對 如果沒有這些觀光客的話 你也衰得更嚴重 我可以這麼說嗎 是 可以 合理嘛 你現在應該是 你 告訴我 你原判的原因如何 我比較在意的是 你要提出什麼策略 你從我們台中 來到我們民郎局 我覺得期待很高 但是你要告訴我們 我們未來的期待在哪裡 我們有什麼作為 對不對 跟委員報告 跟委員報告 那麼 那個 旅客的量要增加的部分 我們目前正在跟其他一些國家在談判航權 希望能夠增加航班的數量 其他國家的那個 那個航權部分 增加航班的數量之後 那麼我們希望可以再增加一些國際的旅客 那麼另外就貨的部分 我們在推動那個航空城的那個計畫 航空城的計畫裡面最重要的是 我們要增加一個200公頃的自由貿易港區 200公頃的自由貿易港區 這塊土地 我們會優先來取得 然後來引進 那麼相關的那個 物流業者 來做那個 來加工 或者是重新包裝等等 來提升我們的貨運量 那麼大概就是 從這兩方面 我們再做一個重點的一個努力 我想這樣是不夠啦 你沒有情地靠 尤其你們變這個預算 我覺得這個 這個預算要退回才對 你們變這麼少的預算 業務量已經下降這麼多 還不去趕快開拓 啊你 比原來的預算還少啊 跟委員報告 應該多別你的預算 來擴斷你們的業務才對嘛 謝謝委員的指教 那麼我們今天審的是公務預算 公務預算 這個 兩千八八 兩千九百多 兩億三千 九百多萬 兩千 兩億九千多萬 這個經費 大概超過百分之九十 都是我們人事費啦 但是各航站 那些的費用的話 我們是編在那個 民航作業基金裡面在做處理 你今天沒在說 那些資金的關係 我今天沒跟你留下 但是我覺得 有幾個 我覺得我們的 這個 各項的動線 尤其 一行下 到二行下 那個動線 一定要改進 第二個 我們的這個滿意度 也不要自己 明明已經差這麼多 而且增加大陸課以後 還是差這麼多 我們就應該要檢討 那另外呢 就是 有一些 有一些 像這個滿意度調查 你們那個 那兩道題目 真的是太扯了啦 我覺得 我們真的是要落實去改進 讓台灣的這個各航站 尤其像台中啊 其實連外道路才是最重要的啦 對不對 其實 他的接駁 這個無縫接駁 我們都用談的啦 用嘴巴講的啦 沒有實際在做 像台中 為什麼會 尾收那麼嚴重 下面為什麼要停 你大型飛機 沒辦法來嘛 那班子越少 客人就越覺得不方便 寧願要搭高鐵 寧願到高速公路到桃園去搭搭乘嘛 對不對 是 跟委員報告 那麼台中機場 那麼 國際航廈 那麼我們 已經在 我知道你分了三十八年九億啦 這個不用講 我也清楚啦 已經在做處理 那你拿到101年 太遠了 你把航廈給拓寬了 跟國防部溝通嘛 是 讓大型飛機能夠起降 這個馬上可以改善 你沒改善 往這個 是 是 是 跟委員報告 那麼 那38.9億 除了那個 國際航廈之外 那麼裡面的停機坪 我們也放大 你明確回答我 四百人的飛機 什麼時候可以起降啦 這樣很明確告訴我 你自己下個決定時間啦 沒有 四百人的飛機 沒有 跟委員報告 你跟我說一下 你的時間就好 什麼時候 台中航空站 可以四百人的飛機 你給我 你給我支點一下 你自己對我 自我取取一下好不好 是 跟委員報告 四百人飛機 就是七十七的飛機啊 七十七的飛機 假如台中的那個 客人 沒有那麼多的一個量的話 七十七在那邊 再一半的話 會造成一些 什麼時候可以起降 這個國防部 我們國內自己的事 你民航局長 要不要去搞定而已 你給自己 取取一個時間嘛 好不好 那麼跟委員 報告 那個有關 跑華道的一些處理 還有那個 停機坪的處理 我們在這一次的 那個計畫裡面 已經在處 叫做處理了 給六個月時間可以嗎 飛機可以 飛機可以大的飛機來 但是呢 大的飛機 願意不願意來 這是另外一回事啦 你只要可以 可以來就好了 六個月夠嗎 那我 因為這項工程 必須要有 有三連 三連多的時間啦 到一百 一百零一年底 一百零一年底 你對自己太沒有信心了 局長 不 七十七的飛機 要起降的話 那個國防部協調就可以了啦 加油啦好不好 給六個月時間啦 試試幹啦 好不好 謝謝委員 謝謝